兩島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上一大型的音樂劇 大概幾年前 那這次是什麼樣的音源 又有這麼盛大的歌劇 上次是2010年 《我愛紅娘》 但是這七年為什麼《果陀》沒有製作 我想我在師大也做了蠻多音樂劇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功夫沒荒廢 並沒停 然後訓練了很多演員 然後創作的人員 那這一次呢 滿順理成章 覺得應該要做一個音樂劇了 然後我們就來做了一個音樂劇 那比較特別的 第一個當然是 晨晨跟嘉謙 這個組合 對 那他們應該不像是我在想音樂劇的時候 第一個會出現的人選 但是呢 是不得已的結果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因為我對曾國成的那個唱歌 我會對他非常非常期待 因為他唱歌聲真的非常有戲 真的非常有戲 他雖然說 可能有時候音準不是很好 可能有時候拍子都是會跑掉 但是呢 他在唱的時候 絕對會讓觀眾得到一種感動 對 一定會讓觀眾有一種感動 謝謝 那 嘉謙不用講 嘉謙以前歌手出身 所以基本功是非常好的 然後再加上 我跟嘉謙其實滿有淵源的 對 我是他第一個表演老師 對 大概在十幾二十年前吧 我是嘉謙 蔡琴姐的那個女見下 對 然後我是她第一個表演老師 那 我現在我都還很記得 我那時候給嘉謙做的表演練習 媽媽 演一個媽媽 然後 然後 無食物的表演 對 就是在廚房裡面 然後煮飯 無食物的表演 然後 經過這十幾年 然後 在電視上 或者是在屏風的舞台上 非常看到嘉謙的進步 然後這一次 在 開始排練這兩三次 就已經讓我耳目一新了 我覺得進步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期待 這兩位 這個 這兩位 男女主角 然後這一次在我們戲裡面 發揮這個領頭羊的功用 然後帶著大家 一起 做好這個戲 那我對我們的這些新的演員們 新的演員們也是充滿期待 每個人唱歌都好棒啊 真的是 唱的都好好聽啊 那小關 小關要在 這個戲有二十二首歌 他好像要唱十二首 十到十二首 他唱一半以上 然後每一首歌 有的難度是極高的 那難度是 對 跟莫扎特的花槍女高音有拼的 對 是非常難的 音樂 小關的 然後Erica的也是 Erica 雖然戲不多 只有兩首 兩首很重要的歌 但是那兩首歌都極 極難唱 極為難唱 但是非常好聽 然後我聽了她DEMO以後 對她非常有信心 對Erica非常有信心 那怡良 怡良其實我是她歌迷耶 因為我以前不太愛看電視的人 我是一個不太愛看電視的人 但是怡良在抄偶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到她的那個Mercy 然後我就說 哇怎麼會有人唱歌 從裡到外 那個音樂都在整個身體裡面 狂野 聽她的唱歌 聽她的唱歌 覺得很享受 就是唱歌就是應該要這麼唱的 然後 又剛好她的經紀人跟我們 滿熟的 所以 這次經過她經紀人的影劍 然後 雖然劇本都已經寫好了 然後我還是 印加了一個超級巨星的角色 然後讓怡良進來 然後我相信 然後包比達聽了她的音樂 然後她在寫 包比達在寫她歌以前 聽過她所有專輯的音樂 然後寫了一首歌叫 我是女王 對 然後讓她出場 然後她的歌 非常非常好聽 對 到時候也是一個 我們下半場的一個 一張王牌要打出來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益勝 楊軒 叉燒 這幾位 還有小豆 小豆也是 讓我非常非常 又驚又喜 因為 我對小豆的印象應該是在避雪劍 對 我對她的印象 比較大的印象是在避雪劍 她的演避雪劍的時候 那種 青春活力俠客 然後有一種 帥到死的 那個味道 帥到不要不要的 對 不要不要 讓我覺得 這個演員 應該以鼓以驚 然後這一次呢 以鼓以驚 然後這次 她進來的時候 更沒讓我沒想到 這歌唱得這麼好 而且 現場唱得這麼好 然後所以 這一次 這整個組合 真的是很棒 然後後面這三個 我的愛圖 這三位都是我的愛圖 那 呃 楊軒 楊軒是國內第一個修音樂劇表演的碩士 那她是北一大的碩士 好厲害喔 然後楊軒 楊軒 楊軒在一個兄弟裡面 哇 扎破了大家的眼鏡 而且他完全不用麥克風就可以唱歌 對 然後 這兩個當然 除了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 還是我們的歌唱指導 對 你們看到現在這個是我們一半的演員 我們還有一半演員 對 就是Colors 還有一半的演員 是我們的歌隊演員 所以到時候台唱會非常整齊熱鬧 對 那叉燒我們現在戲稱他叫裹頭二爺了 因為除了曾國城一哥之外 這個二爺在裹頭的戲一年演四五檔 這樣 好 那 很開心 那這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 可以跟這麼多優秀的好演員 那不要聽說他們都是第一次參加音樂劇的演出 我都覺得心裡毛毛 NO 你們搞錯了 第一次他們才會把自己對所有的 對音樂劇的夢想 所有的期許 那一股腦整個挖出來 掏心掏肺給大家看 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音樂劇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那請請問請問 跟這次演出舞台去這麼多年 那這次首次參與音樂劇有什麼挑戰 挑戰的話 本身希望這次整個的劇情是 因為他劇情很感動人 那音樂劇的形式呢 他有很多音歌曲 必須在當中穿插呈現 我覺得挑戰應該就是 我們的文本的文系呢 跟他的歌的銜接上面 他切進跟切出能夠有很 很流暢 很結合的很巧妙 讓觀眾能夠在聽歌 會是一個感受 然後呢 不會因為這樣的情緒 而有斷掉 有不連結的感覺 然後戲也可以很 很生殖人心 讓歌聲和戲劇呢 能夠有一加一打一二的效果 這對我來講 因為我沒有操作過啦 所以我只能靠自己的想像 靠我對這個戲的期許 希望到時候能夠把它結合得很好 那剛剛看到你在哭為什麼 呃 是因為 是打阿欠嗎 沒有沒有沒有 絕對不是 我有點感動 就是 我有點感動啦 就是我 因為 我看了跟著這些這些優秀人在一起 然後又第一次這樣用 我剛突然間 本來有點緊張 在你們來 就是一個小時前 我在想 而且我又嗓子又還沒開 我不知道怎麼辦 想著想著突然間 欸我就 就進到了這個劇情裡面 我發現我就 換一個方式放鬆 我就發現我就 就被劇中人感動了 所以當時就 欸覺得蠻好 帶著情緒來唱歌 很像更容易一點 剛剛導演有講說 你唱歌的時候很有感情 所以自己面對觀眾的時候會 會覺得給大家一個非常大的驚喜 戲劇可以感動人喔 可是在舞台上唱歌更能夠 能夠震懾人心 我覺得加上適當的一個優美的旋律進來 然後用聲線 用你詮釋歌曲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影響人的感覺 為什麼有那麼多俊勇的歌曲 可以流傳了幾十年 依然會讓你覺得非常悅耳 而且期待 我想這個部分 是我希望能夠讓自己 可以表現得這麼好 我希望 有期待 有沒有信心不知道 但我有期待 好不好 來 今天有沒有要聊一下 這一次你首度 第一次然後 單綱主角 你主角的部分 等一下跟蔡菁姐 你怎麼樣去比較 或者是你自己做的是哪一些功課 其實怎麼會跟蔡菁姐比較 她是我們的偶像 以及學習的對象 說實在 因為其實 我看蔡菁姐的歌舞劇 其實好幾次 以前在 我小時候 對不起 OK好 那其實就是我長大時候 才去看她的那個歌舞劇 那其實我 對我來講我非常的感動 然後我就 自己心裡面就很希望 因為那時候還是歌手嘛 你自己就會覺得說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站在舞台上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表現 還有戲劇方面 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那我覺得我今天算是一種美夢成真 然後因為以前就是 之前也都是 就是戲劇的表演 可是卻沒有加入歌曲的元素在裡頭 所以這次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的二合一 然後如何在舞台上面 又可以呈現出一個很完整跟完美的一個演出 其實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而且我也非常期待自己的表現 然後因為我不知道未來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會有什麼樣子的表現 可是我真的很感謝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興奮 我用興奮來形容這一次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情 因為每個人每次都想說 太興奮了 好像趕快站在舞台上 然後把這個最好的呈現出來 對 恩 謝謝